最容易發脾氣 是餓的時候是不是 對 我餓的時候 我就是脾氣會比較不好 所以發脾氣的那個 整個配備是怎麼樣 會大罵人嗎 不會罵人啊 就是一直... 就是一直就到處 就是去尋找食物這樣子 翻箱倒櫃 然後找不到就... 很辣的那個 翻箱嘛 還是出去餐桌 結果就打開都沒有薯條 或者是什麼泡麵 你不一定薯條 有吃了就好 就是翻箱倒櫃 櫃子怎麼沒有東西 然後就會想要翻桌 所以媽媽就會躲在門後看嗎 不敢接近發音 也不會啊 媽媽來我就乖了 所以媽媽會一直幫你 準備很豐富的食物嗎 她其實是一直叫我就是 可不可以少吃一點 可是她一邊講的時候 會一邊幫我添滿整晚飯 就是添滿整晚飯這樣子 可是你如果現在開始 有無止境的宣傳 在途中難免是會餓到肚子耶 你敢跟旁邊的人發脾氣嗎 應該不會 我應該會先在我背包裡面 準備一大堆就是糧食 背著走 所以你家裡面的人 都贊成你唱歌嗎 就現在其實就還算滿正誠 就我還滿幸運的 你爸爸本來有恐嚇你是不是 對啊 原本有恐嚇我就是說 因為那個時候被淘汰 然後他說你不要再做白日夢了 然後他說你趕快就是 找一個正當正常的工作 然後說你如果再這樣繼續下去 我就跟你斷絕父子關係 你現在心裡應該有 對你爸冷笑吧 他想說哈哈 老子紅了 對啊 只要你會對你媽說老娘 他不會是自己爸說老子吧 對啊 我覺得他還是關心我 因為他還是希望我好 爸爸當初敢對你唱歌的時候 媽媽的態度是什麼 媽媽其實就是很令我感動 他就是希望就是我快樂平安健康 就是不要做壞事就好 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對 因為就是脾氣太好認識 所以24歲本來家裡是有叫你說 你去找一份一般人認為的 正常工作嗎 類似哪一種 就是像什麼叫我去考公務員 或者是就是去當什麼 就是反正就是 就是辦公室的上班族之類的 就收入穩定的那種 對... 可是你本來不就是在樂器行工作 那樂器行的話算是打工 所以這個是你人生中 唯一嘗試過的一般所謂的 正常工作就是在樂器行上班嗎 就都是打工 就是樂器行上班 然後還有就是以前在 就是我們科系的辦公室裡面 當公讀生這樣 他剛才唱了一個納英的歌 我們覺得還不錯嘛 好像不應該輸那麼多對不對 那他在星光大大書家 好像是唱順子的歌對不對 回家 順子的回家 對 所以洆湞妳覺得他不應該 唱順子的歌 那天好像 我有算我看了 那天他可能因為比較緊張 其實有些技術上面 犯了一些錯誤啦 就是包括音準啊 包括很多的東西 沒有表現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其實他需要 是一個比較專業的一個... 因為他畢竟還是沒有 做完整的專業訓練 所以我覺得他的表現 可能會時好時壞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 我覺得是一個專業歌手 最重要的就是穩定度啊 所以回家你還敢再挑戰一次嗎 其實有點隱隱 要不要 如果你真的堅決不要 我也就算了 可是我覺得你可以再試試看 挑戰自己 真的 你叫他唱 他就會唱 你不需要唱 好... 那我試試看 好... 好 我試試看 來... 來...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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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來我的身邊 也很好聽喔 很好聽 怎麼會說 對啊 我一直覺得他很妙 他到最後... 人家會呼...就會結束對不對 他就... 呼... 他最後會把緊張撐開 就說 Excuse me 還有話要說話 你不用就一直閉著 然後讓我們做Ending就好 好 接下來上台是吳音聆 歡迎你們 好 嗶 好 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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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世的馬虎來得講白痴 讓我心肝頭是騎幾天 忍心來著看你去騙的月 也會講講贏他醉 醉一個無人熟悉 七分的所在 小酒一杯 兩杯三杯 當醉是秋冠 無聊的糟糕 現在我沒想要過 一首杯 離開兩夜 找一個無人熟悉 暈暈的所在 睡好一杯 兩杯三杯 七來自由杯 對他們的糟糕 到處平常的腳步 如果比賽選這個歌會怎麼樣 他的特色好了 其實他唱的台語歌唱得很乾淨 是 就是說那些很油箱滑掉的東西 叫人家說沒有耶 其實我覺得是很少數的人 會把台語歌唱得這麼乾淨的 很有氣質 台語歌有這種炫耀技巧的歌嗎 台語歌啊 當然有一些啦 台語歌最費費活量是什麼 我覺得那個哇寶醉 哇寶醉 那個就已經滿難唱的啊 我實力很精采